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111张支持票和109张反对票 通过撤换下议院议长的动议 阿斯塔和阿萨利纳先后受委为正负议长 连续十多个小时的大雨 楼火麻坡发生严重水灾 这是麻坡一个月内第三次发生水灾 华教元老陆婷玉的灵堂 今天和明天开放调宴 华教领袖誓言会延续陆老师的精神 共同回复华教 国会下议院今天以111张支持票和109张反对票 通过撤换下议院议长 丹帅马哈马阿萨利的动议 副议长尼可敏随后也宣布辞职 和马哈马阿萨利共同进退 之后新任议长达德阿斯塔和副议长 丹帅马阿萨利纳先后受尾宣誓就职 首相丹帅马阿萨利今天上午11点44分 在国会下议院提成策换议长丹帅马哈马阿利的动议 并获得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 丹帅阿斯敏阿利的副议 朝野议员辩论一个小时之后 有15名国会议员要求记名投票表决 因此主持会议的副议长达德罗马阿萨利 指示国会秘书响零两分钟 召集国会议员投票表决 经过记名投票之后 罗马阿萨利宣布投票成绩 最终以111张支持票对109张反对票 通过这项动议 随着下议院通过悬空议长的职位之后 姆黑定援引议会常规第四条第一款条文 向下议院提成动议 提名选委会前主席达德阿斯哈哈论出任新议长 国会秘书接着要求阿斯哈进入议会厅 坐上议长的位置宣誓就职 由于午休后的国会没有经过投票 阿斯哈就坐上议长会制 在野党议员发出强烈抗议 新任议长唯有关闭国会议员的麦克风来停止议员叫骂 以便他可以发言念出自己的讲词 不过基于在野党议员依然不为所动继续大声抗议 阿斯哈随即下令驱逐诚信党的卡里萨曼离开议会 直到今天的会议结束为止 而原任议长瓦马阿里夫被撤换之后 副议长尼可敏也宣布辞续副议长职位 和原任议长共同进退 在尼可敏宣布辞职之后 姆西定再向下议卷提名边加兰区国会议员 达瑟·阿萨里纳出任副议长 并根据议会常规第六条第二款条文提成动议 这项动议同样获得阿斯敏阿里的副议 新任议长阿萨随即宣布阿萨里纳为新任副议长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大马统计局预计今年的失业率将达到5.5% 也就是86万人会失业 对此首相当时莫一定在国会上回应 我国在实施复苏式行管令之后 国内的劳动市场有望在今年年底开始复苏 并且促请民众不要担心 莫尼表示为了解决失业率上升的问题 政府已经通过国家经济重建计划 和关注全民振兴经济配套 拨款将近150亿令吉 协助330万受到疫情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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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lam menjalani ke depan norma baru semakin ramai rakyat Malaysia memilih untuk menggunakan pembayaran tanpa sentuh atau contactless payment untuk menggalakkan penggunaan perkhidmatan ini melalui program e-penjana yang bernilai RM750 juta kerajaan akan mengkreditkan RM50 ke dalam akaun e-dompet pengguna dan ini akan dipadankan dengan tambahan baucer peluangan tunai dan diskaun berjumlah RM50 daripada syarikat khidmat e-dompet ini akan bermula pada bulan Julai 2020 akan memanfaatkan 15 juta rakyat Malaysia Terima kasih kerana terima kasih kerana menonton! terima kasih kerana menonton! terima kasih kerana menonton! 共同繁荣为概念的本年度APEC峰会议程 符合优化人力潜能以迈向共享繁荣未来的主题 他指出此次主题旨在于APEC经济体之间建立平衡及公正的合作 以迈向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方向 关于取代于今年秒届满贸物目标的新愿景讨论进度 阿斯敏说大马正在积极与APEC经济成员 学术人员及业界代表持续展开讨论及开会 以拟定2020年APEC峰会后的愿景 去年补国燕窝出口总值达11亿5400万令吉 今年将会放眼31令吉的目标 首医局总监德罗利桑指出 当局根据燕窝的海外市场形式 尤其是中国把燕窝出口总值目标提高到300% 非常合理 罗利桑指出去年燕窝产品的出口量达到5654公吨 比2018年增加了345% 因此当局把今年的目标提高300% 他也说政府会扩大燕窝的出口市场和价值 为业者带来更多回仇 罗利桑今天为大马燕窝企业有限公司 主持毛燕出口到中国的开幕仪式时 向媒体这么表示 他也提及 我国目前一共有35家燕窝工厂 已经获得出口到中国的资格认证 21家工厂正在等待中国的批准 他补充 我国有一万一千多个燕窝 已经向寿医局注册 当中有两千多个燕窝 获得良好农业规范的证书 符合燕窝出口到中国的资格 寿医局所发出的认证 不仅能够提高燕窝的出口价值 也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带来更加丰厚的利润 您是否接过不明电话 企图向你骗取钱财呢 柔佛州警方日前就成功 捣毁了一个专门向大马人下手的 澳门骗局呼叫中心 这也是警方首次捣毁 使用高科技进行电话诈骗的集团 同时逮捕了12名男女 并且通缉两名相信是首脑的华裔男子 柔佛总警长大德阿尤汉指出 警方捣毁了一个假冒我国政府 及政府单位行骗的 何语迈克电话诈骗集团 阿尤汉表示 该集团一共涉及12起诈骗案件 骗取的金额达595299令吉 根据初步的调查 警方相信该集团背后的主脑是 两名大马籍华裔男子 目前正在追踪两人的下落 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420条文 对案件展开调查 联邦法院今天早上开庭审理当今大马河总编辑 严重庆藐视法庭的案件 上诉庭主席达德罗哈纳表示 他所领导的联邦法院妻司 需要更多的时间审理此案 因此决定展颜这起案件的裁决 今天的案件是在早上9点40分开庭 上诉庭主席罗哈纳为首的联邦法院妻司 告诉双方法庭会稍后通知下判的日期 7月2号当今大马河总编辑 入宾法庭要求撤销 总检察长提出的藐视法庭诉讼申请 6月17号联邦法院三思裁决 总检察长提出的申请表面罪证充分 因此批准起诉当今大马河总编辑的诉讼 展开审讯 总检察长是引述当今大马在6月9号 看载题为首席的法官指示所有法庭 从7月1号起恢复运作 报道留言版的5个读者留言 指控有关的言论 有藐视法庭之嫌 华教元老陆婷玉的丧礼 今天早上10点开始在富贵生命馆 开放让民众进行调印 董总主席陈大锦和教总主席 大都王超群等人在丧礼现场表示 华教同道将会延续陆婷玉老师的精神与立场 共同维护华教 发展母义教育 伸张人权 以及争取平等地位 董总主席陈大锦表示 陆婷玉老师生前延续了 以部审慕玉老师的特质 勇于承担且感悟感言 是大家学习的典范 华教在马来西亚从过去 自民地时代一直到下来 都是非常不公平 不需要靠大家的那种坚持 捍卫才能够保存下来 这是这一点 除了审慕玉以外 我觉得陆老师具备有这种 非常好的一个典范 让我们来跟随 教总主席王超群指出 陆婷玉老师在教总担任了 四十一年的副主席 期间给予同道后辈的提携 与辅助是珍贵的 同时也表示 华教发展的路程 并不会影响我国多元种族和谐 相反的是人们争取 平等母语教育的人权斗争 华文教育 也就是我们的母语教育 母语教育 它属于是我们的一个人权 它属于是我们的一个人权 所以我们不需要太过去担心 所谓的说 担心有助同胞的不高兴 我觉得作为一个华教的领导人 应该是一个人权的角度来看问题 所以任何有侵犯到 华文教育的母语教育的 作为领导人都应该要发声 去把它讲出来 所以我想这个精神就是 林连一老先生 陆婷一老先生跟这个神佬 他们都拥有的一个特质 所以我想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大马的居士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不需要去质疑说 我们走住情绪 我们没有关系到 考虑到有助的感受 我觉得这个是不需要太过去谈这个的 我们谈的是人权 所以我想这个是陆老所遗留下来给我们的一个精神 所以要我们学习的 陈大金指出 截至现今同考的课题 包括师资和拨还的问题 现阶段虽然都还没有结果 但是华教工作者将会延续陆婷玉老师的精神与立场 并且谨记沈牧与老师的教诲 华教尚未平等 同道仍需努力 继续捍卫华教权益 陆婷玉老师的智商处设在吉隆坡赋会生命馆三楼 并从今天早上十点开始接受民众调宴 根据智商委员会发布的消息 调宴时间是今天和明天 从早上十点到晚上九点 而出兵日期是十五号星期三早上 由于受到复苏式行管令的限制 智商委员会提醒民众 富贵生命馆三楼只可以同时容纳五十人 因此敦促民众遵守工作人员的指示 依序进入灵堂调宴 另外民众也必须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 如果是团体代表出席调宴 人数最好不要超过十五人 RTM采访报道 下来带你关注水灾的消息 柔佛麻坡从昨晚深夜开始下起好雨 连续十多个小时的大雨 导致多个地方今天早上爆发严重的水灾 麻坡的中央医院市中心学校和住宅区 都出现严重的积水 这是麻坡在不到一个月内发生的第三次水灾 从网民所提供的画面可以看到 这个地点是麻坡中央医院外头 停车场已经被淹没 洪水淹到了半个轮胎的高度 处处光阳一片 至于麻坡中化医小的雨盖草场 同样无法幸免被洪水淹没 所幸目前学生还没有正式回到校园上课 否则造成的影响更严重 而在市区大街 画面可以清楚看到街道被洪水淹没 水流非常湍急 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车子涉水而过 当地的住宅区同样被洪水淹入屋 从客厅到房间厨房等都被洪水淹没 至于停放在屋外的车子 也浸泡在洪水中无法启动 居民也因为洪水淹入屋 必须忙着收拾家里的东西而无法上班 据了解目前已经停雨 这是麻坡在这个月内发生的第三次闪电水灾 全不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年的马运会因为疫情的关系 转延到明年四月举行 身为主办方的柔佛州政府表示 柔佛州已经做好准备 所有的赛场设施已经差不多完成 就算马运会提前举行也没有问题 柔佛州务大臣达多哈斯尼指出 百分之九十七的赛场设施已经完工 剩下的百分之三估计会在今年底完成 针对马运会是否会提前举办 他回应 马运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而展延到明年四月举行 至于是否会提前 还需要由青年集体预部决定 他士在视察 柔佛体育中心的工程进度之后 向媒体这么表示 这座体育中心一共有三个运动设施 也就是射击场 橄榄球场和田径场 其他的赛场设施 还有奥斯汀山体育馆 金梦花园的黄金体育馆 以及伊斯甘达公主城的脚车馆 2020年马运会将会在 柔佛州的三个县城 也就是新山 麻坡和哥达丁宇举办 所有的赛场设施 新建和提升工程费用 一共耗资4亿6800万应急 哈斯尼表示 柔佛州政府农历监督赛场的设施品质 举办一场有史以来最高素质的马运会 好的 这节怀新闻就给你播到这儿 我是刘振业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